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入围CP都很腥风血雨 比如玄冰 宋慧桥 比如贾 乃亮 李小璐 比如高云 翔 董玄 比如罗志祥 周扬青 比如文章 姚迪 观看名单是不是窒息的画面感就扑面而来了 感觉随便能中一对 热搜就能够热闹的半个三天三夜的流水戏 不过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温馨的好消息 一对也被传过了800次复合说的旧情侣 公开否认复合真实性了 前阵子张汉 郑爽的复合说 传的有鼻子有眼 你还记得吗 从CP粉挖出了一堆的疑似证据 新年文案加青梗 同款水晶手链疑似情侣戒指 到昨天传言一步步升级 剧情已经净染到说 被派到同住酒店实锤了 惊得一堆吃瓜群众们目瞪狗呆 活久见 但今天谜底揭晓 什么情侣戒指水晶手链 一起住酒店通通都是假的 没复合其实倒也不惊讶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 这次先官方否认的居然是张汉 用词很简练 没联系 没复合 南方公开否认之后 郑爽也回复了长情CP粉 说和张汉已经没有联系了 双双给了CP粉一口贺鼎红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确定的结局还是挺好的 而且我也真的不想要 再写他俩的复合的可能性报告 比起他俩复合的可能性 我更好奇的是火爆脾气闻名的张汉 这么多年为啥会对郑爽的各种秘枝操作 从来都不生气不发火的 分手6年的郑爽张汉 恋爱时期确实是挺美好的 女的彼时还是清纯的小仙女 颜值没崩坏 行为不疯狂 男的也清爽大方 还没有开始邪魅狂军 青春偶像剧里的主CP 甜甜蜜蜜的在现实当中走到了一起 又青春又梦幻 磕过CP的人都知道 磕到了真的是比自己亲手找个男朋友谈恋爱 还要幸福感满满 也因此很多朋友磕这对古早CP 我还是理解的 但是恋情逼了6年多了 如果说还对他俩一难忘 期盼复合我就不太懂了 他俩咋看也不符合 兜兜转转还是你的条件呀 首先分手就分得很惨烈很难看 女方几次打脸的张汉 操作很迷 张汉提议郑爽成亲 没有整容 亲情护花 郑爽反手就是一个 我就是整容了 并且还顺便的附送了张汉的一个 为爱整容大礼包 爱情里边很卑微的爽妹子 被心疼了多久 帅到让女朋友整容的张汉就被骂了多久 一直到最后 郑爽其他的采访里说 整容是为了拓宽系录 突破事业瓶颈 为爱整容的梗才逐渐淡去了 官宣分手也是来回打脸 张汉说 我们没分手 我依然只爱小仙女 郑爽又反手一个 单方面宣布了和张汉分手 公布这个决定没和张汉商量 几个回合打得张汉的脸啪啪啪的响 分手后续也依然是心风血雨的 15年张汉那扎官宣恋情 被某些粉丝大肆辱骂了一波 说张汉劈腿那扎小三 扎男见女 辜负了世界上最好的小爽 幸亏周伟的厌务能力能打 拍到了郑爽和胡彦斌的恋情实锤 才让这场风波告一段落 当然了 最过分的还是分手之后 郑爽的粉丝居然连牛肉面都不许张汉吃了 就这么个结束的非常不留余地的过往恋情 再感慨从前的美好 似乎也没有留恋的必要吧 虽然说可能真的就是一物相一物 张汉之前和胡彦斌完全不一样 胡彦斌是个暴脾气 恋爱期间没有得到应有的名分 只受到了大型辱骂 他分手之后都一一还击了 就是一个四番男配角而已 不配郑爽奉的郭 为了卖书 就说当年特别爱我 不好意思 不敢动 一曲高手竞速心中情 跳不过去的粪坑 这种形容也真的是很直白了 当然了 胡彦斌一度也是心软过的 郑爽深夜去他家门口蹲守 他下楼见郑爽了 还安慰地给了个摸头沙 气氛看起来还挺温馨的 第二天复合说的铺天盖地的 结果和胡彦斌小区楼下 被拍到的一起出现的 是郑爽和新欢张恒亲热约会的新闻 从不委屈自己的胡彦斌又说话了 这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 从此再不联系 今年狂爽综艺的郑爽节目里边 又Q到了上海籍前男友 唯一一个上海籍前男友 冰冰火力全开地怼了郑爽 微博四连发 一条反击说 我也搞不定东北女人 其他三条提出了诉求 不要再消费我了 不要再网络我了 不要消费我 网伴我之后又倒打一耙了 和不争满头争口气的冰冰 比起来啊 脾气其实一样火爆的张汉 面对郑爽呢 却颇有一物降一物的味道 闹分手的时候 然后被郑爽几次消费几次打脸都忍了 还称呼她是心中美好的小仙女儿 被单方面宣布分手也忍了 还希望她一切都好 郑爽妇女党在微博收费回答问题 内涵了那扎 她也是丝毫没有计较的 甚至郑爽带着上一任前男友张衡一起赚钱 生日会上面搞出了个回顾经典 隔空喊话张汉的情景剧 张汉也是一言不发 对比一下和那扎分手的时候 被那扎粉丝骂了 就愤怒的回击还要约嫁 差别真的不要太明显哦 要说那扎粉丝骂她脱行侠 戳到了她的痛处 所以她才回击似乎也不是 郑爽的粉丝也没少用这个梗啊 这不 这次张汉否认恋情 郑爽粉丝也用这个梗来攻击了 种种反差对比起来 似乎呢 郑爽对于张汉来说 真的是有点不一样的意义 大概就是不管再谈多少恋爱 白月光也永远是白月光的感觉 所以这次嘛 张汉仿佛冰冰附体一般破天荒的主动辟谣和周上的关系 还真的是令人挺惊讶的 莫菲最近太喜欢吃牛肉面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冰分娱乐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